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想用一点点时间来谈谈我们这个节目 为什么我有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用视频的方式来讲这个节目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由于我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特别的忙 六、五月份到七月份 大家都知道是我在这个上高大学长江艺术与世纪学院的担任院长的最后的一个月 那么这一个月里面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事啊 大学生的毕业啊 各种各样的会议啊 所以就一直就没有停 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呢 加上呢 同时呢又有些新的工作啊 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至于这个新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呢也还先把个命啊 不给大家讲 但是很快大家就知道 那就是一件可能比我原来做的那个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院长 它影响力会更大的一件事情 也是跟教育有关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发生在这个七月份 那个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和活动 所以我基本上是穿梭于这个汕头、深圳和广州之间 有还要去香港 所以呢这个比较的忙 这些事务性的活动 7月10号啊 就是2018年的7月10号 我从这个香港飞回洛杉矶 那么在洛杉矶以后呢 就有大量的这个书的文字的稿 一个就是我们明年4月份 将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举办的那个中国插画艺术大展 这个插画艺术大展的我是总策划 那么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 就是关于这个历史的描述的部分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插画 从这个清末的这个电视摘画报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写到这个 我们说当今的这个中国的插画情况 那这一部分 它其实所占的那个 我的工作量挺大的 因为这个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 所谓时间的限制就是说 我必须在一定一定的时间里面 那么我要完成这本书和这个展览的策划 那么其中就包括有一个 要报给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博物馆 这个策展的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牵涉的内容很多 当然呢我同时也为这个展览 写了一本框架性的书 那么这本书在将来可能两年之内 会变成一本正式的叫做中国插画史这样的书 但这本书呢也处在一个草窗的阶段 那么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 非常的这个紧张 所以呢想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视频的对话 也很难 我知道这个慧眼云市的这些同人们 也都很期待我能够 哎呀快点上个镜头吧 让大家看看你啊 因为很长时间就只听见声音 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我的个人 那么我在这个期间呢也做过一些这个 这个试验啊 也就是用一个摄像机讲讲 呃我看过的书啊什么东西 但是由于那个时间都非常的匆忙 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准备 所以那些工作呢都基本上是非常紧张 呃今天呢是呃2018年的8月1号 是8月的第一天 那么我一直到30号 就是7月30号的7月31号都还在忙其他的事情 并且当中呢又加进了两件啊 两件事一件事 这两件事都是来自这个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啊 这个他的副总编辑 呃多次跟我联系说你有两本书呢是 放入了这个今年的出版的这个选题 这是三四年前就已经订了的一本就是 我举办过这个55次这个侃侃文化 就是和文人对话的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到呃有很多的这个对话录 那么要我把它整理起来 那么我现在看看这个通过整理的这个文字 大概只有六个人的这个对话 那么如果出一集的话 少说也得十个人呃到十二个人的对话 所以现在还差一点 所以我又很急要调动这些录像 来整理成文字然后再能够这个出版 所以这呢是恐怕是我的为什么 就是说最近忙得不得了的原因 这个把文字整理好再加上每一个 比方说我和徐斌的对话 我和梁文道的对话 我和那些呃人的对话 对话前面都应该有一个有一个说明 所以我这这两天呢也就是在忙这个事情 并且呢这个呃比较集中的去看了一些 编的比较好的书 比方说扎剑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啊 呃北岛和李陀的这个七十年代啊等等这些 编的比较好的这种这种访谈的或者是文摘这样的东西啊 那我希望这本书我能做出来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也会变成一本很好的书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那个钢笔画 钢笔画呢本来的想法呢是原来因为2006年画了巴黎手记 呃然后在跟着过了好几年以后又画了一点伦敦的手记 呃另外有些木炭的这个呃威尼斯手记 当然威尼斯手记我这次就不放进去 因为这次都是钢笔画 那么这几部分东西加起来 那个那本书的也就是今年到期的 如果我不做的话这本书也就这个计划就没有了 所以呢这也是其中的一集 所以呢呃出版社还是希望不要放弃这个已经签了合同的东西 那么所以我又在集中 这样呢就需要补充一些钢笔画 所以我这几天呢也是每天忙着补充 那我今天和昨天所补充的主要是我在波拉格的一些书写 把它画成画 那么在波拉格大概我要补充到六张到七张这个样子 然后布达佩斯大概也有五张到七张 那么另外还要补充若干的城市 比方说德国的若干城市或者是阿姆斯特丹 然后呢北美我想选 芝加哥或者纽约选一个城市 这样就组成了这个钢笔画的一集 呃希望它能够呈现这个多元化的这个特点 但是这些事情呢都非常的费时间 呃 呃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的事情都还是很多的 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很多形状上的事情 比方说我离开了这个汕头大学以后 还有很多东西 它的交接是没有完成的 那么现在呢要指导那边的工作团队 帮我把那个交接工作做好 这是一部分要做的事情 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呃我们说的要成立一个新的一个设计学院 这个新的设计学院它将是一个国际的设计学院啊 并且呢它的呃提供的教育呢就不是以本科生为主的 主要是这个呃比较高水平的这个研究型的这样的一个学院啊 针对的是专业人士和老师的 那么这个学院现在正在推动之中 那么到九月份可能有很多东西呢就要最后签订合同啊 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老师啊讲坛啊活动啊 这个设置的团队啊等等 整个都会进入到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机制里面 那么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急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讲讲 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占了我很多的时间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事情 比方说这个我每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现在也有一些媒体呢也都看中了希望我能够开辟一些更好的一些平台 讲的时间比较长能够讲的内容比较多 能够面对各种不同的这个观众 而我自己本身呢也在策划这个组织一个团队啊 这个团队主要是在 珠江三角洲啊在大湾区在那边 帮我做一些这个这个直播的东西 所以在未来的这一这一段时间 从2018年的9月份 一直这个未来的这个两三年吧 可能呢我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个讲的内容会更多啊 更加频繁 我讲了这么大一堆呢 其实主要是解释一个原因 就是说为什么我最近一直没有和大家见面 不是说我的身体有问题 我这是什么不好 是因为实在是比较忙 因为一忙起来呢有很多事情就顾不上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录一段这个简单的视频 这段视频呢主要是告诉大家 我还是会坚持做这个慧眼云式的这个视频 会做喜马拉雅山的这个节目 但是同时呢这个也告诉大家 我的确很忙 当然身体非常的健康啊 没有问题 但是那就是说会越来越忙 但是呢我这个节目呢我会继续做下去 我遇到很多朋友说这个 听喜马拉雅的节目已经听上瘾了 有时候一天两天我没有讲的话 就有很多人就会传微信给我 就问我王老师是不是身体不好 其实不是的 一个人总是得休息啊 不能每天讲 毕竟我不是一个一个 不是一个专业 等你这个一个从教育的人慢慢转成了 他的教育的方向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现在觉得我最大的这个变化就是说 以前的教育主要是针对这个本科学生 或者是少少的研究生 现在的教育大概是更多是 放在这个比较高高端的一点 比较研究生以上的或者是老师的培训 或者是专业人员的这个专业培训 这恐怕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也就是说从2018年的夏天开始 我这个转变呢就开始开始了 那么以后呢恐怕就 他的集中点他的变化都不太一样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在以前的这个二三十年里面 我集中是写这个设计的通史的 包括世界现代建筑史 世界现代世界现代设计史 也就是工业产品设计史 还有世界平面设计史 是今年出的我跟大家说过 这些书呢都耗了很多的时间 断断续续 然后面还剩下一些像史内设计啊 景观设计啊 这个时尚设计啊 这些书都还没有动手啊 还有我计划中的写的中国这个插画史 这些都还没有动手 但是那些是我以前的这个学术的工作的主要 主要是做这些方面的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呢现在到了2018年觉得就七七八八了 也就是说做的差不多了 现在你的工作可以做的更加有自己的这个特色 所以呢我估计呢 这个以后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学术著作的出版量 它会减少一些 也不是说完全不写 就是会写少一点 比方说在未来这一年可能写一本到两本 这样不会太大的精力 另外会写一些很多有趣的小书 这些小书就包括我刚才说 给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的那两本书 还有北京的这个人民美术出版社的 有到我们身边的设计 这个有三本 基本上就已经快写完了 现在在处在这个整理的阶段 那么还有我在这里做的节目 跟着王首次看西方艺术 这本书呢 这个我说会把它变成文字和图 这个也是交给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去出版 这个其实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做 但这个做的内容发生了改变 第二个呢就是我 因为用了差不多六整年的时间 在善德大学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这个做班也是做班 就是当院长 就是每天要坐在办公室 去处理一些行政事务 像预算啊 人事啊 各种审核啊 这个工作就不会有了 因为我 这个工作耗费了太多的时间 我倒不要抱怨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但是在获取了很多行政经验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加放在教育和这个创造性劳动的这个方面 比方说创造更多的画 创造更多的这个 这个有趣的东西 参加更多的设计的活动 大概就是这么一样 那所以呢 我今天用了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给各位听众 这个听众是方方面面的听众 也可能也是听我这个录音 那么让大家知道 我这个之所以有一个月没有和大家在这个视频上面去见面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工作太忙 那这个工作是七月份是我处在一个工作要放下来 下一个工作要接受 今天是我的第一天 今天今天是2018年的8月1号 这是我第一天不再担任这个汕头大学的这个二级学院 这个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院长 而开始重新做一个新的工作的一个开始 这个新的工作 当然也有一个院长的头衔 这个是这个大湾区的设计学院的这个院长 那么同时呢 会兼顾一些学校的主要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挑大梁的 其中一个就是广州美术学院 我这是给大家放点风 这个事情大概在9月份 全国都会知道 但现在呢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月是我的一个转型的月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因为已经度过了那个最忙最乱的那个阶段 现在开始逐步的走向这个可以 每天给大家做点节目的这么一个时间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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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